大家都知道香港是盛产美女的地方 比如邱淑珍、张敏、关志林等 都拥有盛世容颜 不过她们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女星 而在她们之前的香港明星 又是什么样呢?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个五六十年代巨星石会 石会原名孙惠里 1935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自幼随父母前往香港居住 在1951年时 石会应邀前往国影业公司的摄影场表演舞蹈 恰巧被长城电影公司的圆阳安相众 于是她签约进入长城电影公司 后来与夏孟、陈思思并称为长城三公主 她在公司中算是一个另类 因为她说了一口北京话 而她一进入长城影视就受到力疼 在一家春、百花齐放、淑女图等几播电影中 她都担任重要角色 在这三部电影上映后 石会以可爱的形象和伤动的演技很快开始走红 当时的长城画报曾夸张地说石会窜红速度之快 硬弹是无潜力 这也让她在公司内备受其中 随后她更是佳作不断 连续出演了多部经典电影《如寸草心》、雷宇、豆蔻年华 而她拍摄《雷宇》时 曾因为太入戏悲伤过度而病倒 当时石会逐渐走红以后 她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就是结婚 别的明星有恋情都是躲躲藏藏 而刚刚二十岁 还是一个演员最好的时候 她就嫁给夫妻了 丈夫也是演员 两人还曾合作过许多顶如蜜月、蓝花花、小五娘等 石会与丈夫非常幸福 夫妻把她当作珍宝般宠住 两人还曾一起共患难 在六十年代 石会与丈夫因为爱国被当时港英政府所抓 两人在监狱中度过一年多的时光 不过她依旧是不该出心 每每新人入狱时 她必高歌我的祖国 而她在多年以后 每当有记者问起石会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时 故事的女主人公总会一领大人的说道 人生是一个个的阶段 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不再多想 在出狱后她又逐连很多电影 比如雷雨中的《四凤》 而在七十年代初期 石会曾尝试拍摄一些反映香港底层 人民生活的电影 不过这种既不浪漫 又没有舞蹈的电影 并不受观众的欢迎 她的名气也大不如前 特别是后来少世电影的崛起 一股武侠风成为电影的主旋律 她也受到了波及 而此时的石会 还曾尝试进入乐坛 不过并未发布多少专辑 不过她最红的时候 曾在香港 新加坡 上海 美国等地都举办过音乐会 而她演唱黄河乐更是风靡一时 而且她芭蕾舞跳得也非常不错 可谓是多伤多异的一个演员 而在七十年代后期 她基本就淡出荧幕了 而是改行成为编剧 长继和副导演 后来又担任长城电影公司的演员是主任 继续为公司挑选人山 不过最终她还是离开娱乐圈 成为香港乔发制演务公司总经理 石会事业上非常成功 而在家庭上同样非常幸福 她与丈夫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而且她还为丈夫生下一儿两女 大女儿傅明兰毕业于广州济南大学 儿子傅明伟则在美国学习电脑 后来就留在那里了 而她的小女傅明县则女成副业 同样进入演艺圈 成为一名影视演员 提名字你也许会感到陌生 等看到照片你就知道她是谁了 就是古天乐版神雕侠旅中的郭福 可谓是杨国最困的人 不过她却凭借该角色走红 石会可谓是影坛的一段传奇 既有貌美如花的外表 更是有一颗爱活心让人佩服 而在她纵横影坛的时候 留下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现在更是低调